2015年的5月11號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即將離開南投清淨的領先民宿 我們現在前往大停車場 沿途來欣賞一下整個清淨公路 台詞四甲線之美 第二個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 外面溫度大概在19度 現在可以看到整個前方一個叫做 珍珠度假山莊的部分 沿途來欣賞一下整個清淨之美的部分 在整個清淨呢 再往上面就是不忘行村 曾經在1950年代 1961年是國民政府退後做一個滇敏軍隊 組織在這邊的部分 所以呢在前方的左手邊 有一間餐廳叫做清淨的魯媽媽 也是我們昨天的晚餐的地方 在前面這邊有一間餐廳 一個算是除了魯媽媽之外 還有一些水野居也算還不錯 在右手邊是景色山莊 在前方就是所謂的中央山脈 可以看得出來 那左手邊另外一間民宿叫風丹百露 那左手邊是一個枫葉山莊 師野是非常好 所以今天的天氣還算還不錯 走台師甲線呢 現在海拔接近在兩千零五十公尺的部分 今天的天氣屬於陰天的部分 正前方呢就是所謂的清淨農場最有名的就是所謂的清淨草原 接下來等一下呢要帶客人呢 自由行的客人也來到這清淨草原 清淨農場 要買個門票才能進去 那羊毛秀的話只有禮拜六跟禮拜天才有 平日線的話是沒有的 那變成說上午一場跟下午一場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下 要到整個大停車場 客人呢要跟我們在那邊會合 可以看到整個清淨的風景 車輛非常的漂亮 開始吃獎線 在正前方呢 還有今天的民宿叫俊悅 也是曾經我們村長的朋友 跟我一起去幸福西藏 在這邊打工六個月 叫李玉鎮 他也推薦可以住在這邊 接下來這個是清淨草原的 南端的路口的部分 南端的路口的部分 在右手邊 在右手邊 這邊可以很多的風車 可以欣賞 不過因為現在整個 北部的北區的風景 還是相對是比較漂亮 今天是母親節後的鬼田 今天也是星期一 2014年的5月11號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是星期一 千七七 左手邊有一間 叫小太陽 也是我們耶娜 警官民宿的部分 台14甲 是星期一 在星期一 新星期一的車輛稍微少了一點 不然有時候不管是山山跟下山的遊客可以看到車輛就可以知道 但是來到清靜的角度相對是比較不方便 除了這次開車包車 如果你要做一些大動介護的話 他的班次相對是不少的時間一定要先算好 所以還是推薦是建議是包車的方式比較方便 現在左手邊可以看到清靜工廠的立即紀念碑 在左手邊 兩側的所謂的叫流山 右手邊是一個南發小鎮的一個集中工廠的部分 但是他建構的比較紮亂 這邊還有一個雲頂 清清布拉格 那再如果你要做一些學煉的話 也是在右手邊做學煉 還有一個緊急醫療急救站 但是現在呢 變得比較少 比較沒有 海拔接近下來這邊已經到了 大概在1800公尺 這邊目前行走的話 大概都是南投客運出動 正前方的話 來到的話就所謂的國民賓館 你看如果你自己來的話 要等車很不方便 這些都是整個學生族的部分 清淨國民賓館 在左手邊呢 可以看到有一個清清草原的部分 還有包括瑞士小花園 紫香王 等一下右手邊就是我們停車的停車場 這邊的風景很漂亮 這是清淨最大的停車場 看到一個風車在歡迎你 我們就停在這邊 等一下客人會跟我們會合 在右手邊是一個叮噹車 每天的四點出發 大概費用一個是台幣400塊錢 先去看合環山的星空 以及看日出 OK 我們先報到這邊 先告一段落 拜拜 歡迎來到清淨農場 幸福台灣歡迎你 我是小編陳嘉祥 現場實況爸爸 拜拜